你已经知道 你能看到她朋友圈吗 我不知道 她微波已经把我取消关注了 但是微信没拉黑我 我也没拉黑她 范姐 我觉得我已经三振出局了 胡说 没有的事 小秋颜 你这没头没脑的一句话 能说明什么呀 就算能说明什么 那也是你自己在这瞎猜想的呀 你说你在这瞎猜什么呀 你应该找到去问呢 问清楚不就行了吗 那电影电视里所有的误会 都是瞎猜出来的 对吧 对 对 行了 别瞎琢磨了 赶紧做饭去吧 明天还得带饭上班呢 可是范姐 我觉得我这次真的完蛋了 我肯定完蛋了 我彻底完蛋了 我彻底完蛋了 我怎么办呀 范姐 范范 我知道你很伤心难过 但我对这件事情 我非常的愤怒 我忍不住了啊 我得说几句不体谅你的话了 文官 你是不是生我气了 对不起 我是生应勤的气 如果我是你 我会放弃应勤的 如果一个人 跟我在一起了这么久 他还不清楚我的内在 不知道我是什么样人的话 那我觉得我没有必要 委屈我自己 跟这样的人在一起 一生一世 对吧 他不是坏人 他还没有 我没说殷勤是坏人 你们两个都是好人 跟两个好人在一起 也有可能不合适呀 也有可能性格对不上 好了 这都是我的看法啊 仅供参考 可能我这个人就是有点梗 又受不了委屈 不好意思 管管你说得对 我就做饭了 但是我现在很养应期 他曾经对我那么好 为什么现在就分开了 他不是坏人 别过来 别安慰我 我现在已经长大了 就让我自己承受 承受这份痛苦吧 不是安迪就是小曲了 是安迪姐 说晚上要请咱们一起吃饭 咱们一起吃饭 吃饭 吃什么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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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